好 人家B這題了吧 他說 A B 兩個導線這邊 然後呢 通電流產生磁場 那麼電流磁場方向 請問你哪個正確 這個怎麼判斷 那我們先看左邊這個好不好 先看左邊這個 A A怎麼比 A 怎麼看你知道嗎 你的手指頭 你還要像拳頭一樣把握住 然後把大鼓起伸出來 好 請問你 對於 A 而言應該這樣比 還是要這樣比 對於 A 因為 A 是什麼 順時針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這樣比才對 因為這樣我看到了沒 你的大拇指的另外那邊 大拇指的另外這一邊 大拇指的另外這一邊 是不是才是順時針 對不對 請問你 你的大拇指往指向哪個方向 是不是指向牆壁的方向 指向指向裡面的方向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往裡面才對 聽懂我的意思嗎 會啦 那我先說一下 我會教你 怎麼做記號的知道嗎 怎麼做記號說那個箭頭是往裡面的 教你打插 打插代表箭頭往裡面 然後圈圈呢 是箭頭出來 怎麼想 你去想喔 如果你去設一個弓箭的話 請問你 弓箭後面有什麼東西 弓箭後面不是應該有一個 那個是羽毛嗎 所以那個羽毛應該成類似 所謂的死字 所以如果這樣發射出去的話 你看到這個叉叉應該是那個 弓箭的什麼 後面那個羽毛 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當我先打插的時候指的是 攝像哪裡 攝像牆壁裡面 聽懂嗎 那你看到一點一點的話 是什麼東西 是弓箭攝像魚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弓箭前面的一個點而已 尖端的點而已 這樣聽懂嗎 所以對於A而言 對於A而言 你應該怎麼比 再講一遍喔 對於A而言 這個是你那個四個手指頭的直的方向 所以你應該要這樣比 比上那個順時針對不對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順時針是這樣比的 然後呢 因為你的大拇指指向哪裡 指向那個牆壁裡面 所以 他應該是往裡面才對 OK 我看看往裡面 然後B的話呢 是不是剛好反過來 B的話 B也是一樣對不對 B應該都一樣了對不對 都跟指向那個方向 好 所以咧答案呢 都應該是往裡面 那往裡面是 向上還是向下 往裡面的話指的是向上的部分 往裡那個方向代表是向下的部分 這樣聽懂嗎 應該是向上 所以兩個 兩個都應該是向上 欸 我講錯了啦 如果這是一張紙的話 如果這是一張紙的話 往你那個方向才是向上 往直裡面的話應該是什麼 向下 你看這邊 這是一張紙 如果把它放彈的呢 這個在我們不是往裡面嗎 那如果把它放彈的話 不變往下面 所以他應該是兩個都往下才對 所以大家應該選 書才對 對不起 他應該選書 OK 這樣會啦齁 好